看起来眼熟,但这可不是冰激凌 而是用冰激凌桶成的做饼干用的面团 这家甜食店的创始人是汤姆兰 这就是在重温儿时 添那一勺刚获好的饼干面团的记忆 人们为吃到这种甜食 长队都排到了街拐角了 你能够做一份饭 我认为你吃一份饭 鸡蛋经过杀菌,面粉经过了加热 重拾儿时记忆,安全无余 前提是能轮到你 我这是第四次来了,每次要排队三小时 加上巧克力碎块,那吃的就更心满意足了 甜食店的生意在扩大 从以前每周680公斤面团 到现在已经每天出售同样多的甜食了 甜食店没有提供营养参数 美国之音报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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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